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半年 面对俄罗斯军事优势 乌克兰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媒体CNN报导 就是因为乌克兰采用了反抗作战概念ROC 反抗作战概念是在2013年由美国特战部队研发 欧美官员指出死战法可作为小国反抗临近大国入侵的蓝图 重点在于协调民间抵抗力量以及政府制裁力道 进而恢复国家主权 从乌尔战争爆发早期可以看到 乌克兰政府运用非武装行动架设网站 抵制俄罗斯相关活动或企业 甚至应用社会讽刺等途径 扰乱支持俄罗斯的势力 另一方面民间力量也使用武装行动制作汽油弹 甚至故意纵火破坏敌方车辆 乌方运用广大的讯息组织动员 掌握乌俄冲突的话语权 保持乌克兰军民一新 尤其在乌军攻击俄军坦克的影片 尝试配上流行音乐或重金属音乐 还有乌军救援流浪动物的影片 都在在要上国际媒体版面 与惨无人道的俄军产生鲜明对比 再加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亲上火线向国际球员的影片 也跟数度传出神隐的俄罗斯总统普廷 打不相同 成功吸引了西方世界出手制裁 并进一步提供军事以及金钱援助 美国退役军官肖茨指出 此战法成功打乱俄军步调 与此同时 乌军成功运用反抗作战概念 在二战克里米亚传出捷报 美国退役陆军指出 既然传统战法可能失利 就展开特别行动 利用勤资资源以及后勤运作 小虾米能战胜大鲸鱼 以上既然要入这里报导 小虾米能战胜大鲸鱼 你最好